大家好我是一把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爆爆 明天呢还是持续东北季风吹拂的大气环境影响了 不过呢比起来今天的话水气变少了一点点 只有东北部还有明显的降雨而南部地区 中部地区则是要特别注意日夜温差还蛮大的外出活动了 记得要这个做好保暖的相关工作 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微信云图 在今天呢是东北季风 而且加上万一台风的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 让全台湾呢今天都是感受到多云到阴的天气形态 更是呢在中部以北的地方都是有下雨的情况 不过呢相对来说就只有基隆北海岸 还有宜兰花东地区的迎风面一带 这个降雨的情况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后续来说的话一直持续到星期天 都还是东北季风吹拂的影响 而且呢明天还是会再受到万一台风的残留云系 而有所影响局部地区呢还是依旧都会有降雨的情况 我们来看到哪边会降雨呢 其实依旧是在整个新竹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的地方 那么仍然是在我们的这个北海岸一带 还有这个我们的宜兰地区的降雨情况 会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点点的 中南部地区呢则是也要特别注意哦 山区也是容易降雨的地方 不过呢后续来说水的水气越来越减少之后 整个西班部地区就渴望放晴了 到时候呢就会转变成是典型的这个东北季风的天气形态大气环境了 也就是呢东半部地区迎风面地区会有降雨的情况 西班部地区呢则是以多云时情稳定的天气情况为主 那我们来看到气温方面北部地区这个感受起来还蛮凉冷的 尤其又再搭配上了下雨的天气湿湿大大湿湿凉凉湿冷冷的 21度到22度的白天高温低温呢是来到了19度左右 要做好保暖的工作了 那么中南部地区呢则是相对感受起来比较温暖一点点 25 27度到28度的白天高温 低温则是21到22度 那么东半部地区呢则是跟北部地区比较相近了 24度左右的白天高温低温在21到22度 而这个这影片的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啊 这个中南部地区来说的话日夜温差还蛮大的早出晚归 别忘了那个这个携带一件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 而且呢这个中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呢 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以免被淋湿 小心不要感冒啊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期再见